15点36了啊 大家好 接着聊这个加拿大的移民的事啊 在2020年3月份啊 也就是去年3月的时候 加拿大宣布要在2020至2022年 接收超过100万的新移民啊 由于这个COVID-19啊 这个疫情爆发啊 导致移民大量减少 主要去年没完成任务啊 为了弥补去年移民数量的减少 加拿大扩大了移民计划 加拿大政府认为 经济发展的平静之一 就是人口数量的不足 加上加拿大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发现好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非常多 中国是吧 西班牙是吧 当然某些穆斯林国家 东南亚国家 印度巴基斯坦啊 中亚国家啊 这些国家黑非洲 就是经济落后的啊 相对来说贫困的 好像还没有进入老龄化 否则都进入老龄化了啊 那么接收大量的新移民 可以缓解这些问题 对新冠疫情以后的经济恢复而言 大量经济类移民的引入 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外来投资啊 带着钱来的哈 都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来了 是吧 带着钱 带着你的妹妹 带着你的嫁妆 坐着那马车来 是吧 大半城的姑娘 怎么说了 是吧 坐着那马车来 你要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你就嫁给一个加拿大人 是吧 新三年的移民水平计划 将继续倾斜于经济类别的移民计划 其中58%的移民将通过Express Inter 应该叫快速通道 这个计划 还有省各省提名的计划 还有Cubic魁北克的计划 以及诸如大西洋移民试点 也叫AIP之类的 其他的联邦机构来实现 每年还要增加1万 这三年啊 明年 后年 大后年 都要增加啊 大部分也将会来自经济类别的移民 与2019年相比 加拿大政府将其PNP目标 在2022年提高了20% 同时还计划在各种试点下 欢迎更多的移民 例如农业食品移民试点 和农村和北部移民试点 农村没几个人 北部冷冷 是吧 加拿大的主要的人口都在南边 挨着这个美国 每家边界这一条 从东到西 一个细长条 是吧 多伦多呀 温哥华呀 蒙特尔啊 是吧 欧特华 沃泰华 是吧 圣劳伦斯河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岸 都在南部 北部确实人口特别少 你去俄罗斯也一样 俄罗斯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诺里尔斯克 奥伊米亚康 对吧 那能几个人 对不对 还有啊 这个这几个试点将达到每年五千二百人 啊 四十来万人 只有五千二百人去这些地方 才占到了多少 大家想想 八十分之一 证明这些地方不行啊 这个资源 包括人口的分布的急剧 他从来就不是平等的 不是贪大饼式的平均分配 熙熙攘攘 对吧 有福之人生在大邦之地 一定还是去大城市的人多啊 机会多 赚钱也多啊 那么大西洋四省试点计划将成为一项永久性的计划 东部四省 联邦政府在计划期间将其目标稳定在每年这个五千人啊 不知道有一个城市叫哈利法克斯 是不是也在大西洋这一侧哈 有个省叫新布伦瑞克 新布伦瑞克应该德国移民比较多或者来的早 布伦瑞克德国的城市名字 对吧 此外家庭团聚将迎来百分之二十六的人 是吧 你老公在那你老婆在那两地分居 中国可不管你 你爱多少年 是吧 加拿大美国这种地儿讲究的是人道主义啊 而其余百分之十六将出于人道和同情的理由而被接纳 那就是难民吧 是吧 百分之十六 四十万左右 那还有多少 六万四千难民 每年至少接受啊 从历史上看 加拿大目前的移民水平是很高的了 自1867年建国以来 1867的没多少年啊 33加100 133加21 才154年 加拿大自治岭 是吧 加拿大实际上是一部分亲英的美国人为主 当时美国独立了啊 北美殖民地独立 这部分人还想留在英国 所以他们在北边啊 加上一部分法兰西后裔 只有五次啊 只有五个年头啊 五个自然年啊 或者财政年度 接纳新移民超过了30万人 这个国家才154年 是吧 这个很年轻的国家 按照人口水平来看 目前的移民水平就更高了 因为现在每年接纳的新移民 占其人口的0.9%左右 不过现在是 如果他顺利的达到40万 超过1%了 因为加拿大总人口不是3850万吗 1%多一点点啊 相比之下 美国最近每年平均接待100万移民 但是这个数字只占其人口的0.3% 因为美国3点多亿嘛 是吧 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 是在立国后的第四年 1871 那一年 在加拿大以外出生的人口 那时候还不叫移民 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6% 而且绝大部分来自英伦三岛和美国 也就是说 1871年的加拿大 几乎全是说英语的人 而且都是白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今年1月25号公布的统计和预测数字 再过20年 不仅移民的人口将占到加拿大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且超过一半的移民将是亚裔 那就是说六分之一吧 来自亚洲 16%左右 这不奇怪吧 你在温哥华 是吧 那时候好多香港人啊 大陆人 台湾人 是吧 你说广东话在那儿 说普通话 甚至你不会说英语 在加拿大 是吧 很多很多地方 加拿大的很多地方 我听说市长都是中国人 甚至招牌都不写英文招牌了 还引起当地援助的白人老太太的反感 是吧 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了 对吧 不要反客为主啊 还是我觉得要以白人的基督教的文明 为核心为主体 要以白人的照片 自行为主体 自行为主体